我们继续来学习道理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是主耶稣在传道里的时候 对我们世人的应许 因为人的生活当中啊 真的很多的劳苦泛滥 好像在挑中担一样 主耶稣说我们可以到祂这里来 祂要使我们得安息 虽然人生很劳苦 但是主耶稣让我们得想能够平安宁静 得一种安宁的生活 说很多人啊 因为主耶稣的应许带给他们非常大的安慰跟鼓励 因为主耶稣的祝福 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得到极大的盼望 他说我们今天下午啊就来查考 劳苦跟安息 我们人生有什么样的劳苦 真的我们人生啊有很多劳苦的事情 他第一个当然是面对啊生活上的一种压力 我们看传道书第六章第七节 传道书六章第七节 说人的劳苦都是为苦苦心理却不得知足 所以人历史的劳苦啊就是为着生活能够得到饱足 但是我们人的心灵啊 他今天没有办法得满足 但是我们人类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神对亚当说啊要劳苦满面啊 才能够得到出保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人的生活啊真的很辛苦 所以摩西说人历生大概七八十岁 所能够夸口的就是劳苦跟仇缓 雅各活到一百四十七岁 他的儿子啊在埃及当宰相 那他后来有机会啊到埃及去见埃及的国王法老 那个时候法老问他说啊 你多大的年纪 他说啊我平生的日子是一百三十岁 啊我的一生啊又短又苦 真的回顾雅各的一生啊真的很辛苦 啊他在舅舅家聚集二十年啊 啊为舅舅牧羊啊白天受尽干热 夜晚受尽寒霜 啊他为着十几个孩子还有一些牲畜啊 啊辛苦一辈子 啊真的他觉得他的人生啊很辛苦啊又短又苦 那所罗门他虽然是想尽人间的荣华富贵 所罗门王 我叫所罗门王他怎么样 他想尽人间的荣华富贵 他享受人生啊 啊但是呢 他说他观察人生啊 其实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 那真的我们人生啊很多辛苦的事情 啊虽然在美国是一个比较进步啊 啊比较富足的社会 那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啊压力也是蛮大 啊有的人有工作啊又很辛苦 啊当没有工作失业啊更加难过 啊有的做生意的开了一个店 啊忙碌的时候 有生意的时候非常的忙碌 啊那时候如果没有生意的话 客人都不上门啊 啊那更难过 啊所以这是我们人生啊 生活压力啊 啊生活上的劳苦 啊另外有的就是在病痛患难当中的劳苦 我们看传道书五章 Let's look at Ecclesiastes chapter 5 17节 传道书五章17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5 verse 17 说并且他终生在黑暗中吃喝 都有烦恼又有病患恶气 这里讲到说啊人生啊就空空来到世界 将来也是空空的离开 他说人在劳碌好像在捕风一样 都没有什么益处 而且啊很多的烦恼又有病痛啊恶气 啊真的病痛啊对人来讲难免 但是得到病痛的时候很辛苦 啊有的患病来以后啊 啊自己本身辛苦啊 有时候还会人给家人 啊有的简单的病啊 吃吃药看看医生可以得医治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科学越进步啊 但是疾病没有因为这样消失掉 很多的疾病啊反而越来越厉害啊 啊所以你看医院啊越来越大 啊那一个人患病的时候真的很辛苦啊 我们看耶伯记第七章 耶伯记第七章 我们看第四节 这是耶伯在那个病痛当中啊 啊他的体会 耶伯记七章的第四节 七章第四节 说我躺饿的时候啊 便说我什么时候起来 耶就过去呢 耶我 尽是返来复去 直到天亮 第五节 第五节 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一 我的皮肤才收了壳又重新pulling 啊这是耶伯在描写他病痛当中的痛苦 白天啊盼不到夜晚 想到晚上来到了可以好好休息 啊那到了晚上啊就欢来勿气啊 痛苦的睡不着觉 啊盼不到天明 啊因为啊他全身长疮 啊又一只的流龙 啊所以他说啊我的肉体 好像都是尘土跟那个虫啊啊披护在他的身上 还做衣服一样 啊本来那个伤口慢慢的溢和了 啊突然间又破裂了 又开始啊痛起来 啊所以有的人啊真的在肉体的疾病当中啊 啊真的很辛苦啊 and so some are very they are in a lot of pain when they are sick 主要说在传道理的时候啊遇到很多的病人 When Jesus was preaching he met many sick 有一个说啊他已经犯血肉病十二年了 and one of them was sick for twelve years 啊他也找过医生也把他的钱都花光了 and he had spent all his money searching out a doctor 啊但是啊一点都没有好啊反而越来越痛苦 however it did not heal him rather he felt more and more pain 啊还好后来见到他耶稣啊 才让他从苦境当中转回 Therefully he met Jesus and he was able to come out from pain 啊另外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啊 又讲到说有一个地方啊叫做避世大池 and in John chapter 5 it also mentions a pool of Bethsaida 啊那个地方啊有一些善心的人士啊就在那边盖了一些帐篷 and there were many people in tents around this pool 啊在那个水厨旁边当一些患病的人啊可以在那边休息 and many sick would rest there 啊他们在病痛当中啊都盼望啊能够得到医治 啊主耶稣就到那里去看他们啊 说他看到有一个病人啊他已经病了三十八年了 啊所以他一直盼望啊到最后都已经绝望了 啊主耶稣问他说你想要好起来吗 啊很绝望的说啊啊我想啊 当然想啊但是就是没有办法 啊一个人啊病那么久啊 啊等于所有的希望啊都断绝了 啊就是人在那个犯难病痛当中的劳苦 啊另外一个就是心灵上的怯苦 啊这也是现代人啊非常普遍的一种疾病 我们看传道书第二章 Let's look at Ecclesiastes chapter 2 传道书二章二十二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2 verse 22 Ecclesiastes chapter 2 verse 22 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的心啊在他一切劳碌上得到什么呢 二三节23 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变成为仇缓 连夜间啊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 当然有的人啊劳碌工作啊白天工作很辛苦晚上就会安然睡觉 啊只是劳力啊不劳心啊那也算是幸福的 但是有的人啊不只是要劳碌生活啊 那个内心里面啊天天忧虑啊非常的昨晚连晚上都睡不着觉 这种心灵上的痴缓 忧伤 痛苦啊比肉体上的劳苦 病痛啊更加严重 所以在经典里面说啊有时候坐体上的病痛啊我们人可以忍耐 有时候遇到这个心灵上的疮伤啊啊就是人就没有办法忍受啦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啊这个心灵上啊受到创伤啊 常常有很多啊忧虑忧伤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人就患了忧郁症啊啊连佛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啦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忧郁症的人啊常常都会想驻杀 啊因为非常心灵上的痛苦啊 让人啊很难替忍受 而另外一个担字啊就是罪恶的担 我们看诗篇三十八篇 诗篇三十八篇 诗篇三十八篇 第四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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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的罪内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 所以讲到说人犯罪以后啊 啊这个心灵上的负担很重 啊好像一个重担啊压在身上啊 让他头都抬不起来 我们知道这个罪啊是一种权势 罪是一种权力啦 一种力量 啊他会控制的人 啊让人啊没有办法自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啊所以有些啊不好的习惯啊就是没有力量啊把它改掉 啊所以知道说啊这个不太好啊 但是你没有力量去改变它 啊他也知道说怎么做 啊能够让人跟人之间比较和睦 啊让这个家庭比较幸福 啊让人知道啦 但是就做不到 啊有时候动不动为着一个小事情就要争吵啊 让这个家庭啊不和谐 啊有时候做出来一些啊 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的事情啊 啊内心才感到非常多痛苦 啊因为这个罪啊就是一种力量 一种权势把人捆绑着 啊这个罪啊 因为有它的结果 啊所以好像人走了以后啊 他有一个影子会随着他一样 啊犯错啊犯罪一定会受到罪的报应 啊如影相随一样啊 让人更加的痛苦 啊人常常啊 良心责备自己 心里面感到很不安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人啊 世界上的人啊 常常会背负的重担 啊那主耶稣说啊 你来到我这里啊 你就不要挑重担啊 啊 要让我们得到一种安息 安息就是非常对平静 安伦 啊非常快乐 宁静的一种生活 啊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应息啊 不要挑重担 啊而且能够在他里面享受平安喜乐的人上 耶稣很关心啊 我们的生活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传道理的时候 啊当然他讲了很多的宝贵的道理啊给蛮徒 啊让他们知道怎么行 啊对人生啊有一个非常大的盼望 啊那主耶稣不只是看顾他们这个属灵上的生福啊 啊那也关心他们肉体上的生福 所以有一次啊 耶稣在讲道理的时候啊 讲道很晚 他说有的人啊已经跟随他几天啊 他说主耶稣就怕他们啊 现在回去的时候啊 因为没有吃东西可能会劳累啊 就在半路就累倒了 啊什么人他就对门徒说啊 你们去找找看有什么东西啊给他们吃啊 啊但是门徒说啊 我们怎么有办法买很多的食物啊 啊来给这么多的人吃呢 啊但是刚好有一个小孩子 只带着五个饼两条鱼 啊就是一个小孩子的饭量啊 很少的东西 啊那个主耶稣说 没关系把他拿来 啊然后叫众人都坐下 说光蓝丁就有五千人 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妇女跟孩子啊 可能加起来超过一万人 啊结果耶稣就把那个五个饼两条鱼啊 拿起来向神祝谢 啊然后把它剥开 交给门徒说 你们送给众人吃 啊这个那个饼跟鱼啊 越剥越多啊 啊结果让众人都吃得饱饱的 啊然后主耶稣说啊 不要浪费啦 把那个零碎都收拾起来 啊结果收拾起来说 有十二个篮子啊 啊所以那我们知道说啊 主耶稣是关心我们的生活 所以那有两次啊 叫蛮徒啊 能够捕到鱼 尤其主耶稣被定十字架来以后 啊因为蛮徒看到说 耶稣离开啦 啊所以他们就说 那我们再去补鱼吧 那这个在天怪亮的时候啊 主耶稣看到他们 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啊 他没有说 你们这么不热心啊 没有去传道的呀 还跑来补鱼啊 耶稣说很慈悲啊 第一句话就问说 小子啊 你呢 有没有吃的东西啊 他们说没有啊 我们整个晚上打鱼啊 一点都没有打到啊 啊整个晚上非常辛苦啊 补不到鱼啊 得不到东西吃 啊 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说 啊把这个鱼王啊撒在右边啊 结果他们就照主的话 一撒啊 结果网住了好多鱼啊 啊当他们上岸的时候 啊当他们上岸的时候 啊他说 我们看到主耶稣多么慈悲啊 所以圣经里面说啊 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们可以不要为我们的生活忧虑 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体 知道我们必须要穿衣服 啊神给我们生命 主要我们要维除生命 必须要有饮食 啊所以我们如果敬畏神的话 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 神就会看顾 所会赏识 为我们义备 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啊 说不必求什么 穿什么 吃什么 耶稣说啊 那个飞鸟不足钱啊 但是神不允许它就不会掉在地上 飞鸟没有耕作 没有收成 但是神就养活他们 啊百鹅蛙 野地的百鹅蛙 也没有黄沙 也没有支布 神就给它装饰啊 非常的美 啊所以神看我们 比飞鸟 比百鹅蛙 更贵重 啊祂当然会更看顾 我们的生活 他说耶稣说啊 我们生活上的老虎 我们来到祂面前 祂要让我们得安息 啊人会生病啊 这是很助燃的 啊因为我们带着肉体啊 啊我们生活环境当中有很多的细菌啊 啊有所有食物啊 或者是环境上的污染 啊所以会很容易影响到人的健康 啊那我们知道 我们身体是主耶稣造的 啊当然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时候 我们求主耶稣 主耶稣会医住我们的 啊所以 当然如果一个人生病 找医生 这个不会有疾病 不是犯罪啊 因为主耶稣说啊 生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啊 没有生病的人就用不着 啊那是啊 这个医生也要神给他智慧聪明 才能够真正做好人的病 啊所以说啊 我们生病的时候 不要光找医生啊 还是要小的靠神 有的人啊 因为他有充足的信心 所以他祷告神啊 神可以直接医治他 啊所以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啊 啊已经病得很严重啊 很绝望啊 但是 主耶稣的怜悯啊 让他完全得到抗福 啊但是有时候啊 神是透过医生啊 透过药物来医治我们 啊所以还述都有神的旨意啊 啊我们不必勉强说看我们的信心的大条 要看得合乎中道 啊但是要紧的就是啊 我们遇到什么患难的时候 一定要靠耶稣 啊不要输入信心 啊因为靠主的人啊 就不住羞愧啊 说不会着急啊 啊因为我们有主可靠 啊我们就可以得到意外的平安 那圣经里面有一个 叫做一个是长大麻疯的人 啊在古时候这个麻疯啊 是一种皮肤病会传染 啊所以他们必须要被隔离 啊当时是没有药可以救的 没有办法可以医治的 啊就现在啊 这个得到麻疯病的也是要隔离开来的 啊那麻疯病人啊 他要被放在野外 让他住生自滅啊 啊讲采是相当可怜的 啊讲采是相当可怜的 啊那他看到耶稣来啊 他就跑过去啊 跪在耶稣的面前 啊然后对主耶稣说 你如果肯的话 啊可以让我的麻疯啊得到洁净 啊说耶稣就动了主心啊 说我肯你洁净啊 耶稣伸手摸他 还医治了他的麻疯病 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啊 主耶稣很慈悲怜悯 啊因为这个病人啊 对主有信心 肯求耶稣能够医好他 啊所以主耶稣就造了他的信心啊 啊给他成全啊 啊另外有一个爸爸啊 因为他的孩子生病了 啊说患了那个癫痫啊 所以常常倒在火里水里 啊非常的痛苦 啊这个爸爸更加难过 啊所以他后来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 啊这个爸爸啊 就请求耶稣说 你如果能够做什么的话 啊请你啊 帮帮我们忙啊 主耶稣回来说啊 你若能够信啊 再信的人凡数都能 啊所以不是耶稣有没有能力 而是你有没有信心 所以不是耶稣有没有能力 而是你有没有信心 议论耶稣是全能的神 在他没有一件做不到的 但是耶稣的能力要领导我们 而就是要透过我们的信心 所以耶稣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数都能 而后来这个父亲就说啊 我信啊 但是我的信心不足 而所以他就流着眼泪啊 求主耶稣能够帮助他 而后来主耶稣啊 就把那个孩子身上的鬼啊 把他赶走 让他孩子的病就得医治了 而所以我们常常啊 就像这个爸爸一样 我们信心不足 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那个泛滥痛苦当中 而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啊 加添我们的能力 加添我们的信心啊 而让主耶稣的恩典啊 能就成就在我们身上 而主耶稣很会安慰啊 那些尤其是心灵忧伤的人 而让他们心灵的忧伤啊 能够消除 而重新带来喜乐 带来盼望 我在南加州的时候啊 我们有一个弟兄 因为他的妹妹啊 本来一家人都没有信主 啊 他妹妹啊 本来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山庄 啊 有一次啊 他跟他的婆婆 先生 孩子啊 就在那个路上去散步 那个山庄里面的道路啊 他在那边散步 啊 突然间啊 因为他走在前面 他回头一看 突然间啊 那个山就崩掉了 啊 他的婆婆 他的先生 主在后面啊 整个就 啊 就山崩啊 就被埋在里面 啊 所以她看到这样的情形啊 玉族非常痛苦啊 好几年都没有办法走出那个 心灵上的那种忧伤 啊 把那一个好好的家庭啊 除了间歷到一个变故啊 啊 家人就这样分离啦 啊 所以一直很痛苦啊 一想到就哭啊 没有办法得安慰的 啊 所以这个弟兄啊 看到他的妹妹这么痛苦 啊 然后把他带到教会 啊 大家帮助他祷告 啊 他慢慢的才从那个痛苦当中啊 恢复过来 啊 本来是每天啊 都是用眼泪洗脸的 啊 在那种情形之下要是很难得安慰的 但是感谢主啊 后来慢慢的主耶稣的话安慰他 啊 后来又得圣灵 啊 所以她体会到圣灵当中的喜乐 啊 虽然啊 人都会离开啦 各样的事情都会变化 但是她觉得 后来觉得说 真的有耶稣啊 我们就有依靠他的心灵啊 才能够从忧伤当中啊走出来 啊 所以神是安慰人的神啊 啊 人常常在那个犯难当中啊 啊 神就给我们安慰 啊 那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得安慰 啊 我们也可以去安慰那些啊 同样受犯难的一些人 我们看 过灵多后书第一章 Let's look at 2nd Corinthians chapter 1 过灵多后书一章 2nd Corinthians chapter 1 啊 第三节 verse 3 过灵多后书一章第三节 2nd Corinthians chapter 1 verse 3 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受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 第四节 verse 4 我们在一切犯难中啊 他就安慰我们 啊 叫我们能在能用神所示的安慰啊 啊 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犯难的人 第五节 verse 5 我们既得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啊 得得安慰啊 那说我们生活当中啊 真的有时候遇到很多啊 啊 犯难 让我们啊 心灵啊 感到很忧伤 而神是 赦安慰的神啊 所以在我们各样的犯难当中啊 祂会安慰我们 啊 我们啊 得到神的安慰啊 所以充满着喜乐 啊 满心的感谢 啊 借着这样我们也可以去安慰啊 其他犯难当中啊 受苦的一些人 所以耶稣会安慰我们的心灵 所以耶稣会安慰我们的心灵 所以人有罪 有痛苦 有死亡 人有罪啊 所以会有痛苦 会有患难 会有死亡 啊 主耶稣的宝血 啊 完全啊 除掉我们的罪 啊 说让我们啊 在神面前有一个无亏的良心 啊 说不管我们的大小罪啊 啊 主耶稣完全都要饶恕我们 以前 以色列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 啊 他们有 总共有五种祭 啊 这个祭啊 就是 主要就是解决人跟神之间的障碍 就是把人的罪除掉 啊 能够恢复人跟神之间啊 非常亲密的关系 啊 当然我们知道说啊 有一种叫做赎罪祭 啊 这个赎罪祭啊 就是赎我们的大的罪 啊 另外一种叫做赎千祭啊 就是赎罪祭 啊 这个是俗一些小罪小购患 啊 比如说啊 啊 讲话不实在啦 作假见证啦 啊 或者是啊 人家说你带东西啊 啊 结果你没有忠实的带到 啊 或者是东西减少啦 啊 或者是东西减少啦 啊 古俗尔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话 要献赎千祭 啊 这个时间祭就是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要献羊 啊 你没有能力你就献鸟 啊 你再贫穷啊 你就献一碗面粉 啊 也表示说啊 无论啊 怎样就是要付出代价 啊 求神来饶恕你这个过患 啊 你犯错啦 至少要进食一餐啊 啊 你犯了这个季以后啊 你这个犯的错误啊 啊 神就赦免啦 啊 你良心就可以得到平安啦 啊 所以这是神的美意耶 因为我们人有时候啊 你犯了一件臭事啊 啊 有时候让你一辈子啊 良心不安 啊 因为你良心啊 一直都觉得很亏欠 啊 那时候我们这个献祭啊 啊能够神饶恕我们 那我们在神面前 在人面前啊 啊就有无亏的良心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虽然有说啊 我们信主啊 难免也有一些过患啊 那所以我们要常常啊 烦情检讨我们自己 啊 在祷告当中啊 啊 向神悔改 哎 求神把我们所有的过患啊 啊 都能够赦免掉 啊 让我们可以非常感到心灵上非常的平安 啊 所以说啊 我们在神面前啊 就不挑重担啊 我们在神面前啊 就不挑重担啊 啊 能够让我们得安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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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神啊 祂是非常的全能慈悲的救主 啊 啊 祂一定会担当我们的一切劳苦 啊 啊 因为圣经里面说啊 耶稣非常的慈悲怜悯 说那个压伤的芦威啊 祂不会把它折断 啊 我们知道那个芦威啊 非常的脆热 有时候稍微一折就断啦 啊 但是说那个芦威啊 已经射伤啦 啊 啊 但是啦 神不会把它折断啊 还是让它希望能够停起来 啊 继续地活下去 啊 说那个将要熄掉的灯火啊 祂不会把它吹熄 啊 想办法啊 把它清理啊 把它加油 让它重新亮起来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有时候常常好像压伤的芦威一样 啊 被生活当中的重担啊 把我们压伤啊 啊 被肉体的病动啦 心灵的忧伤啊 把我们压伤呢 啊 但是说压伤的芦威啊 神不会把你折断的 啊 祂会让我们好像那个快要缠的灯火 又重新啊亮起来 啊 耶稣就是这么慈悲怜悯的救主 啊 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安息 我们看马来文十一章 马来文十一章 马来文十一章 二十九节 十一章二十九节 十一章二十九节 我心里热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随我的样事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三十节 三十节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神的 这里讲到说啊 我们怎样能够得享安息 那就是学习主耶稣的样事 因为主耶稣怎么得安息 我们学到的榜样 同样可以得安息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主耶稣怎么时候讲说 重担的人 我要让他得安息啊 我们从这一章的背景来看 耶稣在工作当中啊 非常不足意啊 他的工作不是很顺利 虽然他很有安息啊 他虽然讲道非常有力量 但是没有缓硬啊 所以那时候我怎么比喻这样的世代 十六节 他说我怎么比喻这样的世代啊 说我向他们吹笛他们不跳舞 我向他们挤哀他们不吹胸啊 虽然他讲了很多道理啊 但是一点缓硬都没有啊 那二十节说 他行了很多的神经义能啊 但是就没有人信 所以他说啊 哥拉逊啊 伯塞大 你们有货啦 因为行在你们的当中的神经 以前的人啊 他们老早就会相信的 但是将来啊 你们要受的审判啊 比他们还要重 那二十年这样的环境啊 一直都很不顺利 但是耶稣还是同样的感谢赞美神啊 因为他跟神之间啊 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联系 对神的旨意啊 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怎样在劳苦的生活当中啊 能够得到安息 就是要建立我们跟神之间啊 非常密切的一种关系 啊 借着神的道 啊 认识神 啊 能够借着祷告在神里面 神在我们里面 所以圣经里面所有一个 敬畏神所生道理的人 啊 就好像一个树啊 站在那个溪水旁一样 它说啊 他可以不断地吸收水温跟养分 啊 所以一族都非常茂盛不断地结果汁 啊 外在的环境不准 怎么沿着太阳怎么打 它一点都不受影响 啊 所以我们的信心如果跟神啊 建立得非常紧密的关系 啊 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啊 对我们就不会有稍微的影响 啊 好像是不断地吸收水分 养分的一样 啊 所以耶稣啊 因为他凡事啊 都是按照神的主义来行事 所以 跟神啊 非常地密切 而且他对神的主义很清楚 他说啊 其实神啊 你的主义就是这样 so he told god this is your will 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 those who believe that they are smart 啊 你就把你的旨意向他们隐藏起来 you 你把你的道庆向他们隐藏起来 you reveal your word to them 不是 像那些软弱的 像阴癌的你就向他们显明 you give the word to those who are weak 说这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虽然他在讲道理的时候 很多人住以为聪明通达 当然记贼神的救恩 但是也有一些人谦卑悉心的 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他在工作 不是光看那个结果 而是看神的旨意 以及神在行事的法则 而因为他对神的旨意清楚啊 所以在逆境错误当中 同样的充满着喜乐 再来说啊 耶稣心里若和谦卑 所以我们要学祂的样式 所以一个人啊 能够心灵谦卑虚心 啊回到神面前的人 啊神就能够让他得享安息啊 啊能够真正得到力量 所以真正得到力量 所以真正里面说啊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肉体的生命 啊说啊 一个人要得享安静啊 就是能够归毁 归毁神啊 归向神 啊能够有个平静安稳的生活 啊才能够重新得到力量 啊所以不是在世界上啊 遇到很多事情啊 啊就感到很着急啊 啊东奔西跑啊 非常的忙乱 啊而是能够归向神 啊在神面前啊 啊得到力量 啊我们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 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啊 后来分裂成两个国家 啊当然北朝的以色列国啊 啊他们就离开神啊 啊所有的王没有一个好的王 啊所以当这个外国要来欺负他们的时候 啊他们一方面想要找亚世 一方面要找那个埃及来帮忙 啊但是后来啊 他们却被那个亚述国把他灭掉啊 啊因为人没有办法真正给人带来帮助 啊所以当时的先知就一直跟他们讲说 你们回头归向神啊 啊你不要东奔西跑找别的国家来帮助你们 啊因为他们的人他们的马啊是做生啊不是灵啊 啊因为他们的人他们的马啊是做生啊不是灵啊 啊没有办法让人啊真正得帮助 那我们看到这个犹大王西西讲 虽然也是在那个急难当中 啊因为 亚述王啊带着军兵把他包围起来 啊之后呢就跑到圣殿啊在那边祷告神 他说神啊我们好像那个妇人要生孩子啊 在急难当中生不下来非常痛苦啊 啊所以他说我们的眼睛啊单单两望神 啊所以神就派千知啊安慰王 说你不要怕 啊神要拯救他们 啊这后那天晚上啊神就派天使啊 把那个亚述军队啊把他们击杀 啊亚述王一起来看到他的军队 啊死掉十八万人 啊带着圣下的部队就回家啦 啊回去以后进了那个五项庙 后来被他的儿子把他杀掉 啊所以西西家王他晓得回头归向神 所以让他那个大向平安啊 啊所以我们要心灵天悲悉心归向神 所以我们要付主耶稣的恶 学习主耶稣的恶啊 担子啊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不配做主的蛮 耶稣为我们背十字架啊受到羞辱啊受到逼迫啊被钉在十字架来死 啊所以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重担 啊所以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重担 啊那耶稣说啊 你们你要背我的担子 那他说啊我的担子是轻绳的 啊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担子就是学习耶稣的脚步 啊忍受苦难羞辱 啊能够跟着主耶稣的脚中来行 and to follow in his footsteps 他说啊其实主耶稣给我们的担子啊不是重担是轻绳的 and so his burden is light 因为重担他承担了 because he already carried the heavy burden 所以耶稣让我们遇到的事情都是我们担当得起的 so every burden he gives us we are able to handle 好像啊父亲啊不会把那个重的担子啊放在孩子的身上一样 for example a father would not give his son the heavy burden 啊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能够承担什么一样的担子 and he and Jesus knows what we are able to endure 他不会让我们啊这个担珠让我们负担不起 he will not give us something that we cannot handle 他便得说啊在我们犯难的时候 他要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 and so in our tribulations he will open up a pathway 啊让我们能够忍受独注 so that we are able to endure 啊所以无论啊任何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尽管回到神面前 so no matter the circumstances we are always able to return to the Lord 所以在私安保证前啊啊来求告他 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and so if we return to him he will always help us 啊他又要借着圣灵 啊来帮我们带求 and through his holy spirit he will guide us 啊让我们能够在犯难当中啊 能够真正得享安息 so that in tribulation we are able to receive peace 啊所以人生有犯难 但是我们到主面前啊 我们就能够得享平安 得享安宁的生活 so life has tribulations however if we return to the Lord he will give us peace 我们来掌诗三百五十五首 and let's sing hymn three hundred fifty five 三百五十 三百五十五 三百五十七十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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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